牙羽女王的團體賽進行到四強激戰 中華隊將和哈薩克爭奪金牌戰的門票 而女單第一點 教練團和前一戰面對泰國一樣 有詹詠然擔任開路先鋒 面對十九歲的小將 普廷斜巴 詹詠然在第一盤逐漸適應對手的節奏 最後順利以六比四拿下 到了第二盤 詠然明顯的熱開伸手 只花了三十八分鐘就以六比一搞定 幫助中華隊搶下重要的第一點 第二點的單打也同樣和八強戰一樣 有謝鼠衛出賽 面對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七十公斤 剛高撞的對手斜斗巴 也生涯了前三次對戰 小薇彤彤輸球 這場能不能打破過去的交手紀錄 也攸關比賽是不是要進行到第三點 只可惜謝鼠衛輸掉小盤之後 第二盤雖然奮力從一比四追趕 也把比賽帶到臺北 只可惜後繼無力輸球 中華隊想要晉級 得寄望雙把招回實力 關鍵第三點 教練團經過討論之後 再次推敗詹詠然搭配謝鼠衛 哈薩克也有前兩點的單打上陣 而詹謝培延續前一天面對泰國的好手感 第一盤只花了二十分鐘 就帥氣得以六比零幹起哈薩克 進入第二盤 詹謝培依然主導比賽節奏 更頻頻利用對手相對比較不熟悉雙打正式 所以六比零和六比二直落而過關 幫助中華隊順利晉級 我覺得應該說實力本來就有一點懸殊啦 對啊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有抓準對方的弱點在打 所以就是一路上都還蠻順利的 因為其中一個比較少打雙打 所以他雙打的概念比較稍微差一點 所以就可以就是打他這個空檔 對啊 有一個也是雙打非常好的拿過兩個大滿冠冠軍的選手 那當然很開心就是我們可以拼進決賽 希望明天我們繼續加油 2006年的杜哈亞運中華女王的團體賽是拿下了金牌 四年前的廣州亞運最後曲卻銀牌輸的就是地主中國 今年中華女將們有機會在韓國人川上演公主付仇季 以上是亞運採訪團在韓國人川做的採訪報導